火箭少女并拍广告,看到杨超越这一举动后网友,她火是有道理的。 要说今年最火热的综艺,就不得不提创造101了,经过整整三个多月的选拔,101位女孩通过层层筛选,最后组成了以孟美琪吴轩怡为首的11人女子组合火箭少女正式出道,无论是出道前还是出道后,这11个女孩一直都话题不断,备受着观众的关注。 对于她们来说,刚刚出道仅仅只是演艺生涯挑战的起点,趁着热度,公司也为她们接了很多的出演机会,各大综艺也争相邀请这个香伯伯,先是刚刚成团一天就被湖南卫视邀约参加了毕业歌友会, 跳了火箭少女的出道主题舞,后又参加了跑男嘉年华,跳了创造101的主题舞,唤起来观众满满的回忆沙。 连一直被吐槽的杨超越,这次也证明了自己的努力,和梦美琪吴轩怡站在了前排,狠狠地替粉丝争了口气。 舞蹈动作连贯,表情形所未有的自信,不再是那个舞蹈滑水的杨超越,看来私底下没少花时间练习,在节目中还吐槽自己是钢铁之男, 当然,当然不了解杨超越的小伙伴会很奇怪,好好的一个萌妹子,怎么就钢了,其实主要是强调自己性格很直,就因为性格直,所以每次接受采访或在节目中下意识说出来的话,总是会被误解。 当然,火箭少女除了舞台表演外,环节拍了一些广告,前不久拍了麦当劳的最新代言广告, 十一个少女身穿黄白衣服,十分的契合主题,孟美极依旧气场强大,吴轩怡依旧甜美可爱,杨超越一如既往的萌萌哒。 吴轩怡,杨超越和子宁还揭拍了另外一支冰红茶广告,子宁身穿浅色刺绣牛仔短裤搭配浅绿色的T恤,手里拿着本书平躺在沙发上,一副无聊的样子, 吴轩怡身穿粉色紧身上衣搭配白色白者群依旧甜美少女,杨超越身穿鹅黄色上衣无趣的转着笔,一副无趣的姿态,像极了不想做功课的小可爱,切换到近距离镜头,颜值很能打压,不过杨超越的这个举动却暴露了她的本性。 杨超越鼓着两个塞班子,好实在,拍个广告是真的喝了,还一口门,是春花本人没错了,相对于有些明星, 为了保持身材假吃百拍,杨超越真的是性格很直爽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不会去掩饰,认真做自己,难怪会有那么多观众喜欢她,在娱乐圈中能真正做自己的真的很少也很难,杨超越却能保持初心,不做作,能活起来, 并一直是火箭少女的话题人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,你们喜欢这样的杨超越吗?